旅行是会上瘾的走吧 我们去世界看看 芒果这一家 赶快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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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我们是芒果的姐姐 我是Yumi 我是Selin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去欧洲自住旅行 住宿是怎么挑选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欧洲住宿入住后的心得 先从2017年的开始分享 英国伦敦的住宿 我们是住在南肯兴顿便捡酒店 是直接上官网订房的 我们入住时的名称 其实跟现在的名字不一样 因为之后酒店有做大整修 所以我们最近在找资料发现 它连名字也变不一样了 我们选择的房型是 无窗双人房 当时入住一晚平均一轮是 大约台币835元 觉得能用这平时的价格 住在伦敦寸土寸金的地段 真的很划算 CP值蛮高的 推推 只是因为它是便捷酒店的关系 所以房间室内空间都小小的 我们入住的那一间 有附一张双人窗 一台电视 简便的卫浴设备 其他像是吹风筋冰箱都没有附 不知道其他房型有没有附 还有想要同时打开两咖行李箱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房间真的太小了 再来check out之后 行李寄放也需要另外付费 这就是便捷酒店会比较便宜的原因 只提供最基本的住宿需求 其他都需要另外付费 所以我们觉得其他东西需要另外付费 也是蛮合理的 还有这周围的治安感觉不错 交通很方便 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 补决站约8分钟 步行不到5分钟就有公厕站 所以从这里要去伦敦各大景点都算蛮近的 还有步行3分钟就有一间大型的tasko超级市场 可以采买粮食和生活用品 整体觉得CP值超高 值得推荐给想省钱的小资族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住1Ghotel会想要选择是有对外窗的房间 因为还可以看风景也觉得比较好 重点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像之前不是就看到有人是在游轮上要求被隔离 可是他们住的房型是没有对外窗 我们以后就很担心说出国玩如果遇到差不多的状况 可是你十几天都要被困在没有窗屋的房间 我觉得我应该会受不了 所以因为这个状况导致我们之后找房间一定会选择有对外窗 第二个就是法国巴黎的住宿 我们是住在左岸的第14区的欧峰小竹 是在背包客栈上找到的 当时我们其实也是先透过Angota、MBN等等 先搜寻有符合我们条件的住宿 但是仔细找找才发现巴黎的住宿真的是太贵了 找不到符合我们预算内的索性改去背包客栈上找找 终于找到以前位于巴黎左岸第14区的欧峰小竹 是一间百年奥斯曼古典建筑内的小套房 位于大楼的零楼就是台湾的一楼 房东太太是驾到巴黎的台湾人 我们是直接上FB粉丝专业订房的超级方便 还有我们那时候两个人入住一晚是65欧元 平均一人一晚约台币1076元 我们总够住了5万 这间小套房室内空间比我们在伦敦住的大上许多 同时开两个行李箱一起整理还有剩一些空间 里面有附一张挑高的双人窗 下方的沙发也可以摊开变成一张双人窗 最多可以住上4个人 还有附开放式的小厨房 麻雀虽小无脏俱全 配有冰箱、电磁炉、微波炉、快煮壶、锅具、碗盘等等 也可以去附近的超市采买一些食材和冷冻食品回来 自己准备简单的餐点就可以省下不少的餐费哦 对啊 我觉得这真的差很多 你的伙食费就可以省非常多钱 再来就是干湿分离的胃浴设备 虽然不大 但该有的都有 吹风机、洗髮机、沐浴、乳都有附 只是热水器每续一桶热水的量 只够给一个人使用 下一位要洗澡至少要等2到30分钟才会有热水 住宿周围是传统法国人的住宅区 环境单纯治安良好 晚归也不用太担心 还有这里的交通也很方便 步行不到3分钟就可以走到地铁第4号线 地铁站的附近也有好几号线的巴士可以搭乘 步行5分钟就可以走到轻轨电车站 10分钟就可以走到R1、RB的搭车处 就可贯穿整个巴黎、法国 连接到欧洲各国4个购物交通便利的好住处 接口就有超市也有好吃的面包店 附近还有药妆店、咖啡厅、各国料理的餐厅等等 生活机能相当方便 想要有独立空间这里会是不错的选择 再来2018年是我们第二次重返欧洲旅行 因为对于上次巴黎的住宿很满意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找同一个房东定方 不同的是我们这次选择跟房东一同住的亚房 位于巴黎左岸的第14区 巴黎背包客之家 是比较新的电梯大楼 这里的环境也很单纯、治安良好 楼下就有超市自助洗衣店 附近还有一间2013年的冠军面包店、药妆店 咖啡厅、餐厅、邮局等等 从住宿这里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地铁站 往南走5分钟也可以到轻轨电车站 附近还有很多路线的巴士可以达成交通超级便利 算是方便 虽然我们去到每个景点 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出去搭地铁 到巴黎圣母院差不多30分钟内就可以到 我们是觉得算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内 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 你就自己再去算一下时间 其实最重要的是 这边的地铁站 它其实是有守护体 所以你要脱行李是比较方便 省下扛行李的力气 再来我们两人入住一晚是50欧元 平均一人一晚约900元 我们总共住了5万 这次住的亚房有附一张双人床 上面还有一张价高的单人床 最多可以住上3个人 只是觉得如果这间房住3个人 会觉得有点拥挤 因为房间里面还有附小衣柜 收纳柜等等 同时打开两个行李箱一起整理 就觉得很紧绷了 这间房还有一大面的大窗户 采光非常好 窗外还可以看得到一间教堂 还有觉得这里即使是跟房东一起同住 一起共同时用同一个卫浴 厕所还有厨房也不会觉得不方便 或者是太过拥挤 因为这房子的洞线还蛮流畅的 区隔出宫领域和私领域 各自拥有各自的独立空间 而且房东先生跟房东太太人都很好 会提供一些巴黎私房景点 因为提醒我们一些在巴黎要注意的注意事项 去了巴黎三次都是住他们家的 提醒巴黎哪个区域会比较危险 自己要注意一下 还有钱不要带太多出去 会提醒尽量是带一天的钱出去 还有带一张信用卡出门就好 然后他也有提供包包 要怎么背会比较安全 2018年去法国 遇到法国国田罢工 也有提供我们罢工那几天 像是IRB就不要搭 就去搭公车或者地铁就好 再来比利时我们待了两天 去了布鲁赛尔布鲁日根特 选择住在自然比较好的布鲁日一比斯 就是靠近中央车站的一比斯快捷酒店 就在布鲁日火车站的旁边 出站后往右走 先搭手扶梯往上再转乘电梯 沿途要仔细看直表 不然很容易就错过会找不到哦 但是这里的地理位置真的非常好 最近就有一间超市 不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布鲁日的旧城区 还记得我的行李箱有一个轮胎皮 就是快到布鲁日前就坏掉了 好险我们的住宿是定在 布鲁日火车站旁的一比斯 而不是定在布鲁日旧城区内的一比斯 不然光走那一打断的石板路 我觉得我的行李箱轮胎皮 不只是坏一个吧 说不定四个都坏掉了 再来我们两人入住两晚 是欧元118.48元 平均一晚一个人大约1039元 房间相当干净 有附一张双冷床 小桌子 电视 私人未遇等等 空间算大 同时开两个行李箱一起整理 还是会有一些空间可以走动 一比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干净 空间也比较宽敞 而且我们从窗户还可以看得到火车死尽 布鲁日的火车站也 再来就是 格兰的住宿是我们遇到最难找的 因为阿姆斯特丹的房价超级贵 即使我们已经提早了8个多月前 就开始找隔年4月底的住宿 想要找到符合我们预算内的住宿也是一房难求 随便搜寻一晚就要三四千块起跳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欧洲平价的快捷酒店 像是一级Hotel或者是一比斯 在阿姆斯特丹就是特别贵 而且连附近站单的一级Hotel 我们那时候看一晚也是要三千多块四千起跳 就连一间要挤上六个人以上的背包客栈 一个人一晚也要台币一千五百余以上 对啊就觉得超级贵 没想到我们遇到荷兰的旺季 4月底想去荷兰赏郁金香 参加国王节 去卡赛找不到住宿 没关系三五转 入转 我们找不到阿姆斯特丹的住宿 就改找周围城市的住宿 首先我们找到位于荷兰霍夫多普的放逐民宿 这个是台湾人开的 距离吉普机场坐一站火车 再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是一栋三层楼的独栋民宿 只有两间房出租 我们当时入住一碗是六十欧元 平均一人一碗台币约一千零八十元 原本打算就直接订六个晚上 可惜后面的四碗住宿已经被别人订走了 我们就只有住两个晚上了 刚好入住当天 民宿老板们也准备要去机场赶飞机 展开他们新的旅程 房客就只剩下我们两个 没想到我们竟然意外包动了 算是蛮特别的体验 很喜欢这间民宿的大客厅 大厨房 实木的大餐桌 大浴室跟大密碑兔 连我们住的房间都很宽敞 床睡起来很舒服 室内的布置很温馨 还有附有吐司 牛奶 起司 煮火腿片等等 可以自己简单的做早餐 可惜就只有住两天 我真的很满意这间住宿 那间住宿是真的不错 可惜后面遇到国王节 国王节在荷兰是大节日 住宿早就被别人盯走了 所以后面的四天 我们只能另外去找别的住宿 后来就一直找一直找 终于在ambamb上 找到位于站单火车站 步行5分钟的住宿 从站单火车站 要去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 也很方便 只要坐两站的火车 约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还有要去荷兰的其他城市 交通也很方便 我们住的ambamb是两房 一厅一厨一卫浴一厨房的房子 有使用折扣券 我们两人当时入住4晚 是台币6600元 平均一晚一个人 是台币825元 房东他们是大陆的留学生 他们把一间房间出租 室内是充满北欧简约风格的住宿 我们住的房间虽然小小的 但布置的很温馨 从窗户往外看出去 是满满草绿色的木屋 长得好像是童话故事里 才会出现的小木屋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站单火车站是没有行李寄放贵的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也是要搭 晚上的飞机离开荷兰 白天就会去其他的景点逛逛 在找住宿前也要特别先询问一下 checkout之后行李是否可以寄放 如果不能寄放 那你就只能寄放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 或是吉普机场了 而且荷兰的行李寄放费用 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贵上许多 最后很感谢MBNB的房东 在checkout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免费寄放行李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省下不少的寄放费 也可以省去奔波的时间 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2019年入住欧洲住宿的心得 千万别错过哦 拜拜